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很長時間 中島12點,記得一分,你稍微收聽 還是快樂連播放,先問順便 我來節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楊潔 今天大家有沒有覺得有點颱風的感覺 就是今天風街頭 當然有這個風台,這個海上的境遇 大家也隨時的注意我們颱風的動態 目前看起來,在我們南台灣的部分 的風情形應該是還好 北部的部分可能會比較不穩定一點 不過呢,我們也會受到風台的應用 是不是會下雨等等,好大雨的狀況 就要再看這個颱風的動態 所以大家要注意,風街頭,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有花盆,花籃,或是溜一些東西 放到高的地方,請你現在快去看下來 趕快把它搬下來,拔下來 到不太高的地方,不可能會落下去 如果你在高樓層的可能會掉下去會砸傷人 這部分也會有一些行責 讓大家講解 所以請大家特別注意,這幾天風很大 好,那今天現場呢,邀請到的是 高雄市警局新興分局交通組織官 阿榮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現場各位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進行的是高通安全的轉訪 由我們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委託直播 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的交通安全 那這個月我們叫做交通安全月 其實交通安全月就是由我們政府來訂定 其實每年時間好像有點不一樣 像今年是九月 秋天左右 秋季左右會有一個交通安全月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重視我們的交通安全 那今年就是在九月份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一個交通安全月 那是不是跟大家來談一下交通安全月 今年我們政府比較重視的哪幾樣的交通安全的事項 今年九月份這個全國的交通安全月 主要的主軸在行人跟車輛部分 它的主軸就是所謂的行人要停看廳 那車輛就是慢看廳 那會定為今年九月份這個全國的交通安全月 這個主軸就是主軸是因為我們很多 車禍事故交通事故 有將近六成以上 其實都是發生在路口 那發生在路口呢 不是就是行人跟就是車輛碰撞 或是車輛跟車輛碰撞 那往往很多就是都沒有在注意路口狀況 這個造成的 路口的部分 有些是違反所謂的紅綠燈的耗製 有些是搶快 有些是沒有去離浪 對 因素蠻多 但是路口的交匯呢 因為就是主要是車輛會在那邊交匯 那尤其就是複雜的路口設計的地方 更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像 我舉個例子就是像那個民生路跟光華民主那路口 因為那個地方也是有點小複雜 那邊也是常常在機車在發生車禍 當然不是很嚴重都是小插狀 但是 很多原因就是說比如說機車它就不帶轉 對它就直接跟著 它直接逐轉 那我可以體會其實很多就是 其實 機車其實有時候趕時間 或是比如說上下班時間 它趕時間幹嘛 但是 有時候因為這樣 反而沒有省 沒有省到更多時間 對 然後因為 就我們分隊所提供的 就我們分隊所提供的資料 就是那個路口其實 就是機車場那邊發生跟那汽車發生差狀 OK 對 而且民主路啊接光華那時候 就是很重要幹道 對 那下班上下班的車油真的很大 而且像機車騎士啊 我記得像 你如果你騎那邊走路 你到民生路的時候 你還有遇到一條小巷子 對對對 一條巷子 你可能可以執行 但是很多人都要玩啊 他可能要彎光華路 對 那所以這個地方要帶轉 對 那很多人可能沒帶轉 他就直接切過去 他就為了 超個進路 超個時間 可是這樣的狀況變成說 你執行的 比如說你 從巷子口那邊 從另外一頭巷子出來的執行車 他要直走 他就沒辦法 他就一定會交會到 對 就會碰撞到 其實就是有時候真的 因為沒辦法 是因為路口設計 他先天有時候 因為可能 以前早期房子蓋了 然後路設計 他就沒辦法再做更動了 那 也是只能後天就是 去做一些耗製 或是一些標誌標線的改善 來提醒一下 對對對 可是還是要注意啊 這個也跟轉彎車 執行車有關係 有有有 轉彎車 你還是要力量一下執行車 那 所以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那再來呢 我們在交通安全約的部分 除了行人之外 其實在有的路口 沒有紅綠燈 是的 這所謂的五號製路口 也是大家所關心的 是的 那五號製路口呢 其實 不管沒有號製啦 其實有號製當然是說 我們有個依循的依據 那五號製呢 其實到五號製路口 大家不要以為 他就沒有號製 就直接直直就過去了 那 尤其是我們 在我們 台灣的很多 那種社區的小巷子 是 那裡面其實也是時候 常常會 不小心就發生膨脹 就是因為大家看 小巷子嘛 應該是沒有車 那就過去了 那 這次交通安全約有一個 第一個 宣導的 主軸 就是說 五號製路口呢 就是不要忽略停浪 但是 這個東西是 我們在五號製路口呢 在項內的 社區巷洞內 一般來講 有些都是會設立 所謂的停跟浪的標誌 對 那 停呢 它的意思就是叫你要停車 再觀察 安全後 再啟動 行駛 那浪的部分呢 就是 慢行或是停車 就是 一般來講 會有設停跟浪的 這個 標示牌呢 主要是它是支道 OK 對 那 支幹道它是有路權之分 幹道比較大 對 幹道車是比較大的 那 製造車就是要先讓幹道車先行 那這個 有停浪就是 代表它是屬於支道的部分 那製造的其實製造車 在交通安全規則上來講呢 是 要去做 要先離讓 對是的 你要先離讓 對 所以說如果有停浪這個 不管是它是以標示或是地上的標線 這種 來做 呈現的話呢 都是要再做 盡量能夠遵循它的那個 依據 就是停讓 停讓標誌 可是有 我發現有的路口可能也沒有 對 有的路口是沒有 沒有紅綠燈 可能也沒有停讓 地上也沒有畫線 都沒有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那這時候 原則上來講 應該就是 彼此的通行權是一樣的 但是通行權一樣 也是要注意 不是說 就是 當然是你看車子誰先到為主 但是 還是不要去輕易的嘗試說 我就是 直接過去 沒停下來 是的 因為有的行權真的很小條 對 很小條的巷子也是有很多 對 非常多 那 尤其 有些小巷子可能只能一台車 對 他還沒辦法交會車 他就是一台車 會看到而已 小巷子很多 那可能摩托車 族群比較多 對 那在鑽來鑽去之下呢 有可能就會有這些意外的產生 尤其我們現在發現 就是因為現在外送很方便 對對對 那外送的那些 大哥大姐其實 騎的都 因為要趕快的 其實我們常常發現像巷弄內 其實他們都沒有要減速 所以說再被忽略一下 就是說 從事外送行業 這個大哥大姐 騎士們齁 就是真的在巷弄內 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真的 撞到了 可能這張這個單子 可能就反而沒有賺到 反而就虧了 對 反而就虧錢了 對 好 那有的路口是那種 閃黃跟閃紅 這個也是 今年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的 那有些 比如說它 它有耗製 但是耗製呢 不是所謂的正常的三色耗製 這只是單顆 它是閃黃燈或閃紅燈 那 閃黃燈就是提醒我們用路人 就是要減速 然後 紅燈呢 就是提醒你要停車 再行 那這個東西代表也就是說 比如說在閃黃燈的部分 呈現的那個路口 它是幹道 那閃黃燈是知道 對 那所以一樣還是就是 知道要讓幹道先行 對 這個原則是不會變的 那就是 但是我們 其實在 我們在 處理車禍的時候 常常發現 這個閃黃跟閃紅 其實大部分的用路人 是不會去 嗯 分辨 比較難去分辨 對 那時候就是在這邊 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這就是 所謂的閃黃呢 你是要減速 減速慢行通過 那閃黃就是要 停車 確認安全過後再行通過 才能通過 是的 所以你看到閃黃 你一定要停下來 是的 你煞車一定要給它煞住 你要停了 是的 你看安全了才能過 閃黃呢 你可以減速 看到沒有車再過 對 這是比較簡單的分別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個案 應該是說有一個新聞 今天看到 也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新聞事件 一來跟剛剛我們講的閃黃 閃紅有關係 那第二點跟趙陶有關係 那這個新聞事件 其實發生時間大概是兩年前 可是 因為趙陶的關係 所以打官司 那 這個 這個 開車的 女駕駛呢 也有出來拍一段影片 跟大家呼籲說 千萬要報警 因為就是沒有報警 那她狀況是怎麼樣呢 那狀況是說 台北市有一名 有一名范小姐 她開她的車子 要去找她弟弟 那經過北投中和街的時候 發現 左邊 有一輛 當機車騎士騎機 她騎過來 結果跌倒了 跌倒了 那之後呢 她 因為她這台 她開的車子 是有往前開 後來感覺她好像有稍微停一下 那 不過呢 機車騎士 她是直接就滑倒 後 中間是有一段距離 那 後來呢 那個女生的駕駛呢 開車子 她想說 她自己有爬起來 應該是沒什麼事 之後她就自己走了 她開車就走了 結果 因為我看到那個監視畫面 那個機車騎士還爬起來拍她的車子 叫她不要走 可能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機車騎士 過去發現說有車輛要過 所以她突然急殺才滑倒 那 那這個狀況呢 當然就 挨告了 上法院了 那當然就有兆討的部分 當然有一些刑責啦 罰金啦 等等 所以她也跟大家講說 遇到車禍一定要報警 結果呢 到現場去發現說 那個女生 開車的 那個女生的駕駛呢 她是遇到閃紅 那機車騎士呢 她過 她是遇到閃黃 所以整個路權 聽起來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就很清楚了嗎 閃紅要禮讓閃黃的 對不對 結果呢 她那個閃黃的機車騎士 因為這個閃紅的 開車的駕駛 有稍微開出來 結果嚇到還是怎樣 就突然之間急殺就滑倒 就因為這件事情呢 她就吃上官司了 所以 這當中牽扯到兩點 一個就是趙討的問題 一個就是閃紅跟閃黃的路權 是不是 阿龍跟大家分析一下 剛剛主持人講這個案例 其實是蠻寫實的 有時候會發現阿 感覺說阿 他爬起來應該沒事就走 是的 那以剛剛聽主持人這樣敘述 這件案例 這件案例 其實 很多 有時候 車禍的當事人 有些會疑惑說 阿我明明跟他沒有碰撞阿 對啊 那為什麼人家要告我趙討是說 我要負什麼責任呢 那 在這邊跟大家宣導一下 提醒一下是說 車禍事故發生 當然原因非常多 當然 但是 有些不是直接碰撞所造成的 就是比如說是因為你的駕駛行為 造成了陰 然後形成那個果 你的駕駛行為也有關係 所以說 如果說 不管是您是 不管是哪一方 就是 剛剛這案例當然就是說 散黃跟散紅這個是很明確 就是一個所謂路權 誰優先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那第二個是說 所謂的 車禍會有所謂的因果關係 是 那如果說 因為自在汽車 因為他沒有去做 在散紅的狀況下 沒有去做停 然後停止之後再去行駛 的行為的話呢 他就直接過去了 當然說他有急煞柱沒有撞到 沒有撞到 對 但是因為你的這個行為 造成了另外相對方的機車歧視 摔倒滑倒了 那你當然還是 要付所謂的因果關係 是 因為你的這個行為 造成對方機車歧視摔倒滑倒 所以說 各位如果 不要說以為 沒有發生交通事故 沒有發生碰撞 就 禁止離開現場 這邊才是呼籲大家 就是說 只要是有交通事故 或是說 看到交通事故 建議還是報個警 對 然後 釐清一下 再去做個紀錄 釐清一下 也會確保 彼此是說 以後不要再說 萬一有一方爭執 或是指引說 你跑掉了 或是什麼之類的事情 對 所以這就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看到車子 尤其像這個事件 這個新聞事件 就是 這個可能 女生架子 她可能也摸不著頭緒 說 她不是撞到我啊 為什麼我不能走 可是 其實這個跟阿榮剛剛講的 就是 大家的情測 就是她有一些因果關係 就是因為 你的車開出來 對 然後 可能嚇到她 因為大家有時候會有一種 反射心態 有一種反射心態 突然 那我是繼續執行 是不是會撞到她 我應該會擊殺 可是有時候擊殺就容易打化 對對對 所以這個當中會有一些因果關係 所以嘛 跟大家聽眾朋友說 如果今天 你看到了 車禍 那尤其像剛剛 我們分享的這個新聞 是因為你的關係 有可能因為你的關係 你就千萬不要跑走 不然這樣子 一判下來 就變成是你的錯了 對 不然 如果說你有報警 說不定 其實在 這個束縣上面 是不是有違規的情況 這個我們也無法得知嘛 對不對 沒辦法得知 因為你一定跑去 所以後來也 沒辦法知道說 是不是有束縣的問題 是不是有敲鎖 還是怎樣 所以這個都無法釐清了 所以 跟大家講 千萬不要趙逃 就是你不要亂跑 就跑去 這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那最近 其實有幾起的 大行車的意外 也讓大家蠻痛惜的 可是其實每次 講到大行車的意外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千萬 看到大行車 大車 你不要去跟它爭道 你不要靠近它 很多人說 大行車駕駛 你也要有這裡嗎 的確也是 可是 大行車 他真的有很多所在看不 可是這個狀況 這個 這個新聞呢 發生在9月1號 就是在前幾天 大家應該 就是在昨天 大家應該 有看新聞應該有看到的是 在香港 在香港 有一名 六十歲的 一名 黃姓男子 他是要騎電動自行車 現在就 現在叫做 微型電動二輪車 微型電動二輪車 現在要改名字 那他騎這個微型電動二輪車呢 上班 就經過高峰路轉彎的時候 跟同向 等於說是他同向的 那一台連結車發生擦撞 當場就被捲到輪子下面了 所以當然也是一場A1 死亡的車禍 結果連結車駕駛呢 有酒精反應 那車禍原因呢 也跟內輪差有相關 這個目前還是在調查當中 不過呢 看得出來就是 在路口轉彎的時候 真的大家要小心 尤其像這個同向 遇到連結車又要轉彎 就很容易遇到 這樣子內輪差的狀況 就是他無論要左轉 還是無論要右轉 你就是不要在他旁邊 不然他車身那麼長 給你撥一下 你真的就倒了 對不對 阿榮 因為 一般我們交通事故 如果說 單純的 轎車啊 小客車呢 或是一般的小貨車 跟機車擦撞 可能不會這麼嚴重 但是 如果你今天是遇到的對象 是這種 大選的什麼 拖板車啊 貨櫃車啊 沙石車 那有幾個機車其實是 漏去包鐵 那通常 鐵道真的是 會 常常就是一種 很嚴重 很嚴重 如果說真的 命有 還保住 但是我看可能也是會 造成蠻嚴重的傷害 就是說大家不要去輕易的 忽略他 因為大家都是 有時候 大家的觀點是說 我就是只要裝過去 或是怎麼樣 應該是說 他看得到我吧 但是真的 有時候 上次 在交通部呢 有做一個影片 真的有做一個 所謂的 測試實驗 因為 帶大型車 當然要看他的車高 車長 最少都有大概有 15度以上的 視覺視角 就是從他兩車 有45度延伸的視覺視角 那這地方真的是 完全看不到 如果像 在車頭 在他的車頭前方正下方 一般來講是看不到的 絕對看不到 對 所以說 大家不要說 他以為他 大車的那些 司機 看得到你 他就會讓你 因為 他們這些跑車的大車司機 一天也跑好多當車 其實在他們來講 他們也是會有駕駛疲乏的問題 沒錯 避到駕駛的問題 這個部分呢 他也可能 沒辦法完全 注意到整個路 非常善盡到整個 注意到整個車權的狀況 那 最好的自保方式就是 各位機車騎士在 停等 紅燈或是要轉彎的時候 切記齁 一定要遠離大車 不要去跟他病死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盡量開始 給他超越過去呢 或是說 載到後面停等 然後 尤其是轉彎的時候 像剛主持人講的 很多案例都是因為 我們機車騎士 不管是腳踏車 騎機車 他執行 然後大型車 然後右轉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輪差的關係 就是被捲入車底 然後就造成漢似 對 那真的 但是呼籲請大家 真的不要開玩笑 就是看他大車 你要預想到 他有可能會右轉 對對對 那所以說 不要去跟在他的旁邊 這樣子 像這個狀況啊 因為很多時候 你真的很難去判斷 這個大型車是不是要轉彎 像現在其實 大型車轉彎的時候 我記得他會打方向燈 他會有一名名聲 對 他有警報聲說 他要右轉 他還是要左轉 反正他就會警報聲說 他要轉彎 可是當 因為有時候 如果我們靠太近的時候 你真的也不會負責 也不會負責 也來不及逃走 所以 像這個狀況就是 非常的遺憾 那當然呢 我們的 機車騎士 還是像這種 騎腳踏車的 騎 微型電動二輪車的 你當然 車身就是比較小 像 像這個新聞啊 那個 駕駛 大型車駕駛 根本就不知道 他被告到人 他真的不知道 是有路人在喊說 你抵到人 你抵到人 他才發現說 喔喔 原來他押到人了 他真的不知道 像有時候機車也是一樣啊 機車有時候 你押過去 你也不知道他押到人 所以 這真的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所以請大家 特別注意到 那還有一點就是 像剛剛 阿榮說的 有時候我們的大車駕駛 大家很辛苦 為了要拚生亡 所以 想說 可以駕駛幾座 就駕駛幾座 所以會想要 想方法提審 可是有時候想方法提審 他可能是喝 不要保有酒 一些方式 有酒精性的飲品 對 可是你看像這個事件 他就除了說 有死亡的 或是致死責任 還有一個 酒駕的責任 所以你看這個 所以你看這個 整個家庭齁 真的就醜雲搶路了 後面的訴訟 又要很漫長的 很漫長的時間 賠償金額 很高 罰金也很高 再來就是 你目前一定不能工作 因為你會被 掉扣駕駕駕駕駕駛 那 生財工具就沒了 職業司機的駕駕駛就被丟 所以你 就不能做工作 所以你看損失有多大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真的要特別注意 後來 我們讓電台進個廣告燈會廣告過後 再繼續跟高雄市警局 新興分局交通組巡官 黃炳榮繼續聊燈會馬上回來 來 最舒服特別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到 親情 事業 心情 在煩惱 在這裏有一個 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火象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念火象文 火象讓我們自己的 完全責助 做生 我們的心來會更平靜 在這裏可以給你免費來的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評價優惠 全球巴士部專線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經過學校門口 是否彷彿看見當年的自己 當年那個嬉笑打鬧 無憂無慮的青春 和那位陪伴著你的老師 今年教師節我們準備了一些故事 表達對老師的感謝 邀請您向老師說聲 老師謝謝您 影片內容請上教育部 YouTube頻道觀賞 以上廣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這是一個上街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上街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快樂台灣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1,2,4,3 10,3,4,5 需要在家傳媒 我們快樂聯播網 新聞索上 blog 聯播我是聯合朋友 楊傑 現場邀請到的是 高雄市警局 新興分局交通主團官 洪秉榮 阿榮好 對 今天我們談的就是 跟交通安全有關係 剛剛講到大行車的安全 很重要 所以今天是交通安全的專訪 由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委託直播 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的交通安全 剛剛講到大行車的意外 這邊還有一個新聞也是大行車的意外 它是發生在新北市 有一名徐姓的男子 四十幾歲而已 他駕駛一輛一輛义飲車 义飲車就是後面有拖半 後面有拖車輛的 他行進新北的泰山區 新五路這邊 結果他要右轉 結果右轉中港西路 疑似是沒有注意到後方有沒有來車 結果後面有一輛騎機車 三十五歲的一名張姓騎士 當場就撞上去了 當然也是一場A1的事故 大車的駕駛是沒有酒駕的 那當然事故原因還在調查當中 其實這個是跟轉彎有關係 你看只要大車轉彎就是通行都是很危險 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他前面的朋友剛才大車 他只要打轉彎燈 你一定就是趕快停 減速 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就是讓他過吧 你又硬要穿過去 有時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險 你不要以為說他看得到你 有時候真的是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所以遇到大型車轉彎的時候 切記切記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那再來呢 今天我們還有一點也很重要 我們在講的就是路權 因為剛剛上個段落 因為交通安全運的關係 大家知道說 閃紅跟閃黃誰路權比較大 閃黃的路權會比閃紅大 遇到閃黃 你就是稍微你要減速 沒有車輛安全再過去 看到閃紅你一定要停下來 你一定要煞車一下 看到沒有車你再過去 這個很重要 那再來呢 有很多的路口的這個路權 也是要跟大家特別提醒 是不是阿榮這邊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那像有些就是 最基本就是說 當然就是以耗製運作為主 如果耗製均有耗製 當然是以耗製為 有限 做行駛的依據 有限的順序 那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 在某些的大路口 我們會有所謂的 那種箭頭式的綠燈 或者是有那個保護史項 那大家 也要去遵守那個 所謂的那個 耗製的史項 因為我們會常發現說 有些在地方 比如說大路口 它是有 左轉專案耗製 但是有些用路人呢 他在還沒有左轉專案耗製 是在執行 綠燈的狀況下 他也去左轉 他就轉了 對 那這個東西如果 我發現消防事故 這位 違反 耗製的這位駕駛 會要互全責 因為他是整個違反的路權 因為就是 還不到你行駛的時候 那相對的 如果說 您是在 紅燈 然後又有 左轉箭頭 綠燈左轉箭頭 情況下 這個是保護你的路權 就是你可以左轉 如果有車輛呢 還在執行直衝 那就是對方的責任 那就是執行車的衝 因為他不能執行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就是 因為 也常常在我們生活中 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說有些 轎車 自小車車的 那個駕駛 就是 他會忽略那個箭頭的指示 對 他就直接過去了 就是我強中沒有車 就過去了 就這樣子 OK 好 現在這個星期 剛好很多的學生們 都開學了 這些學生都開始上課 那無論說是各級學校 國小 國中高中都一樣 開學了 那當然開學之後呢 有很多要叮嚀大家的 有的小朋友 是爸媽接送的 父母親接送 阿公阿嬤接送的 那有一些小朋友 是自己走路去上課的 那有一些是騎腳踏車 還是剛剛講的 微型電動二輪車 那要跟大家再次提醒 就是我們上下雪當中 要注意的安全 阿榮 那因為就是現在 如期都開學了 那當然 開學之後 事故的發生 勢必一定會直接 因為大家 父母接送 或是學生族群要上課 就是為人流跟車流增加 那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學生呢 上課會有 幾種方式 比如說步行 步行走路上學 或是騎腳踏車 或是騎現在 在買很夯的所謂的 以前叫做電動自行車 現在叫微型電動輪車 或是父母接送 那我現在大概簡要的 來跟大家宣討一下 就是 行人部分呢 就是要 依規定 就是我們在路口的時候 不要去穿越馬路 不要任意的去跨越馬路 就是我們還是要在路口呢 依據那個號字 然後走 那個所謂的 行人穿越道 就斑馬線 來通過路口 這樣子才有保障 也不要在路上隨意的嬉鬧 因為我們常發現 學生 學生玩得太開心了 他忘記了說 你是在馬路邊 就突然間超出馬路 很危險 之前也是有發生過這種案例 就是碰撞 對對對 他突然間 從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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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車其實煞不住 這個是很危險的 是是 我還發現 有些學生 很喜歡邊走邊滑手機 對 超多 這也是像一個 大家的通病 對 所以說 注意一下 就是在走路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 還是要提醒一下 市面的那個道路的 的狀況 第二個就是 騎腳踏車 那 騎腳踏車的部分呢 就是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要 配戴下安全帽 對 因為腳踏車 畢竟 有時候你不小心跌倒 頭部撞到 是蠻危險的 第二個就是 腳踏車是 四桶行人 是 那所以還是要 依行人的規定 來過那個馬路 那也不要去做 直接轉彎 還是要做 代轉的動作 哦 也是要做代轉 對對對 那如果說是那種 微型電動二輪車 它 戴的安全帽 是要戴哪一種的 對 微型電動車呢 我建議它是要 像要戴我們 一般騎機車安全帽 哦 機車安全帽 對 因為微型電動二輪車 現在是 它是 在14歲以上 就可以騎乘 等於高中生 對 那因為它的 好處是 不用考駕照 對 那所以說 其實我看現在 蠻多所謂的高中職的學生 都會騎 微型電動二輪車上 上課 嗯 那 這部分也是提醒大家 因為它的其實它的 騎乘的狀態 它其實蠻類似我們的機車的 對 非常類似 對 那所以說呢 雖然說它只是 所謂的電動自行車 所謂的微型電動二輪車 那我們它在騎乘它的時候 還是要 第一個都是 最基本的 是要遵守交換規則 是 哦 那要配戴安全帽 OK 對 還有 很重要就是 你也是要注意一下哦 不要去改車哦 有人會說 騎得好慢哦 所以 其實這個微型電動二輪車 就是自行車嘛 你想說 如果說你用腳踩 這樣能多快 它要在法律上 法規規定是 時速不能超過25公里 對 所以不要任意改車 我發現有的那種 很多 很多那種 就是你後面掛電動自行車 那個騎得都比我們快哦 對對對對對 都鑽來鑽去 其實非常非常危險 而且 有的說還載人 對 對不對 尤其這個在一些 外籍移工的部分 難常發現 因為法規規定他也是不能 去互載載人的 嗯 對 所以說這些都是違規的 是 違規的 請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如果我們的家長在接受 孩子的時候呢 這個也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 就是 一到上 已經開學之後 上下學期間 在 一些學校的周邊 都就蠻容易發生 家中事故 那有不少就是因為 父母為了接受小孩趕時間 然後他忽略耗制 或是想要去趕時間 就是忽略耗制的遵循啊 或是就是他就 隨意的去跨越馬路 這是很危險的 就是希望就是說 如果父母要去接受小孩 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可以早點 預留一些時間 早點出門 不要到時候因為 趕著要接受小孩 快來不及了 他就是在路上橫沖直撞 那第二個就是 有些父母是開車接受的 也要提醒一下就是開車門 因為 常常我們在 一些家中事故發生 就是所謂的 開車門造成的 哦 這個很危險耶 因為我曾經被撞過 因為就所謂的 這樣開車嘛 尤其 大部分的年輕族群 或是說一些小學生 國中生 他可能不會有那個 觀念啦 對 他就比如說他就是 開了就趕快上車 或是車門打開 趕快下車 他不會去考慮到 後面有沒有車 對對 或是說他沒有去注意說 我們這個開車門 上下車的時機 時間點對不對 對對對 像我們在開車門 是不是也要往後 頭要往後擺 正常的開車門 是要兩段式 就是說 表示你坐在左 後 左後方 左方方 應該是要用右手去開車門 哦 然後而且 頭要先往後轉 往後轉 先看然後再用右手 可是是所謂的兩段式 開車門 不是直接這樣 開了就出去 直接用左手直接開 OK 好這個蠻重要 請大家特別注意到 來阿榮 最後一分鐘 請你跟大家做最後的總結 在這邊跟大家呼籲一下 這今年的9月份是全國交換安全業 在這邊還是提醒大家 出入在外要遵守交換規則 然後才能保障你我的行的安全 那我最後再呼籲一下 那今年9月份全國交換安全業的主題 就是所謂的行人停看廳 車輛慢看廳 秉持這個原則 我相信大家出門在外 所以大家一定可以遠離所謂的交通事故的危險 謝謝大家 好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出門在外就是要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所以我們不要清洗乾 如果說你真的有規劃說 比如說剛剛講的要在孩子上下課 你要預留一點時間 不要那麼趕 那也要跟很多的學生族群說 要早點起來準備 很多的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在那裡 還在賴床 早點起來準備 早點出門比較安全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高雄市警局 新興分局交通主旨官洪秉榮 謝謝阿榮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主持人提早 好感謝大家收聽 我是楊潔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午後時光 颱風逼近台灣 當然海警發布了路警 我們還在隨時的follow 那當然大家一定遇到颱風 要特別注意到我們的居家安全 祝大家週末愉快 下週見 拜拜 好 好 哈哈哈 好了 我信心 今天 bardzo 羊潔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